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的生命才能唱出全勇的歌 生命有爱才不会留白 同唱一首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欢迎收听环球传播制作的诗歌节目 我是主持人董丽娜 今天要分享的诗歌是 所有美善力量 愿美善的力量围绕你 奇妙地安慰你 保守你 正如这首诗歌的副歌反复颂唱的那样 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 无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 在晚上 早上 每个新的一天 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 听众朋友 当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 你的安慰者是谁呢 谁又是我们一生的安慰者呢 这首诗歌告诉我们 唯一能给我们安慰的就是那所有美善力量的源头 上帝 圣经这样描述上帝美善的作为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并能得着所预备 当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 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将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 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听众朋友 这就是因为唯有耶稣能从死里复活 并为我们存留了在天上的基业 才叫我们心中有了永远的盼望 虽然我们在人生的百般试炼中有忧愁 但是 只要我们信靠神 我们的信心就如被火试验的金子一样宝贵 并且得着永远的救恩 永恒的盼望 所有美神力量都默默围绕 奇妙的安慰 奉守每一天 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 宁愿将ル事态 settles和顶仇宝贵的这些生命 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的作者潘霍华 就是在监狱中 在没有自由的患难中 写出了如此有盼望的诗句 至今还鼓励和安慰着人们 潘霍华是德国神学家和牧师 1944年12月 他因为反抗纳粹而被囚禁 期间他写下了这首诗 寄给他的未婚妻和家人 潘霍华1927年21岁的时候 就以优异的成绩 从柏林洪宝大学 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1930年 他前往美国攻读研究生 并在纽约市联合神学院 获得助教职位 1931年回到德国后 潘霍华成为柏林大学 系统神学的讲师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从一个单纯被基督教知识 吸引的神学家 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信仰者 决心执行 他在圣经福音书当中看到的 基督的教导 因此 除了神学著作之外 潘霍华还以 坚决抵制纳粹独裁而闻名 包括公开反对 希特勒的安勒斯计划 和对犹太人的 种族灭绝破坏 1933年1月 纳粹上台之后 潘霍华的学术和教会生涯 被战争打断了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 两天后 潘霍华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 警告德国 不要陷入对元首的偶像崇拜 同年4月 潘霍华首次发出 教会抵制希特勒 迫害犹太人的声音 1944年12月 他因反抗纳粹而入狱 1945年4月4日 希特勒下令处死他 临行前 潘霍华留下一言说 这是结束 但对我而言 这是生命的开始 1945年4月9日的清晨 年仅39岁的潘霍华 在德国集中营 被处以绞刑 一位目击者 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看见潘霍华牧师 跪在地上 热切地向神祷告 他是那样虔诚 那样确信 上帝已经垂听了 他的祷告 如今 在汉堡圣彼得教堂前的 潘霍华纪念碑 一直在默默地 纪念着他 他也是第一个 在宗教改革之后 得到如此认可的烈士 是什么 给了潘霍华安慰 力量和盼望呢 就是来自神的 所有美善的力量 尽管过去的年日 折磨心灵 艰困时光 重担压迫我们 主啊 拯救 饱受惊吓的心灵 以那 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所有美善力量 都奇妙遮盖 无论如何 都期盼 那安慰 在晚上 早上 每个新的一天 上帝都将 与我们同在 所有美善力量 都奇妙遮盖 无论如何 都期盼 那位 在晚上 早上 每个新的一天 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潘霍华牧师的生命经历 再次印证了 圣经所说的 那些只能杀害身体 不能毁灭灵魂的 不用怕他们 但要畏惧那位 有权将身体和灵魂 一同毁灭在地狱里的上帝 因为我们的肉体 都要归于尘土 唯有灵魂 才是最珍贵的 听众朋友 所有美善的力量 这首诗歌 虽然是潘霍华 在狱中被关押时写下的 但是 整首诗歌 依然充满了 神的恩典与平安 充满了天赋 那美善的力量 温柔而坚定 尽管过去的年日 折磨心灵 艰困时光 重担压迫我们 但是 神是那美善的力量 祂不但为我们 预备了救恩 也赐给了我们 永恒的盼望 在过去三年的 疫情期间 当人们无法聚集 在圣殿中敬拜时 南京圣保罗堂青年诗班 在2021年除夕夜 就用云合唱的方式 再次为我们呈现了这首诗歌 尽管困难的日子折磨心灵 艰难的重担压在心头 但所有美善力量 都默默围绕 奇妙的安慰 保守 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感受到了 上帝那美善的力量 和盼望 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诗歌吧 愿上帝 美善的力量 环绕 安慰你 带领你度过 艰难的时刻 所有美善力量 都默默围绕 奇妙的安慰 保守每一天 让我与你们走过 这些日子 并与你们 他入心的念 尽管过去的夜夜 折磨心灵 艰困痴光中 胆压破我们 主啊 拯救保守 尽下一心灵 以他为我们 预备地救恩 所有美善力量 都奇妙折磨 无论如何 都情盼 那位 在晚上 早上 每个晴天 一天 上帝都将会 与我们 共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啊 若你愿意 再尝赐我们 世上换了 一季阳光亮丽 让我们 纪念过去 美妙岁月 把我们 生命 完全交托你 所有美善力量 都奇妙折磨 无论如何 都情盼 那位 在晚上 早上 没有 新年 一天 成帝都将会 与我们 本节目由 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 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熊 是你带给 黑暗中的我们 或许就会 引领我们 再相聚 明白你的光 在黑夜照耀 借今深深地围绕我们张开 让我们听见那彷彿声响 从周遭无形世界相怀活散 凡你儿女今都报成歌颂 所有美向力量都奇妙着的 无论如何都期盼到位 在晚上早上每个星的一天 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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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